眼前这个穷小子有多厉害 拿出了一张余额为零的卡 在银行里直接就能取出800 银行人员表示 他的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马克说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明明就有800块 就这样 银行人员宁愿相信电脑坏了 都不会质疑他说的话 更离谱的是 这时马克面前走来了一个性感美女 他立马上前搭讪 说你必须马上跟我混传单 不然世界就要毁灭 本以为美女会大骂马克流氓 可万万没想到 美女却说我们还有时间开房吗 五分钟后他们就出现在宾馆 因为他不想世界毁灭 此时的马克突然良心发现 假装接到了宇航局的电话 地球突然又不爆炸了 这才让美女松了口气 但是美女觉得他们拯救了世界 让马克留下来 这一操作我跟隔壁小黑都惊呆了 原来这是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所有人都不会撒谎 只会说真话 有什么就说什么 别人家的孩子长得丑 正常人一般都不会直接说出来 而在这个不会撒谎的世界 他们都会带着笑脸直接说 我的天 你家的孩子长得可真丑呀 并且这个世界是没有电影存在的 因为剧本不能虚构 人们只能谈谈历史打发时间 就连百事可乐的广告词 都是这样写的 百事可乐没有可口可乐好喝 但如果你买不到可口可乐的时候 那就请喝百事可乐吧 马克跟他们一样不会撒谎 好哥们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安妮 第一次约会他就直接说 我来找你约会的目的就是要找你开房 没有心机 没有拐弯抹角 安妮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没有恼怒 也没有一点害羞 但他也直接的说 我蹭完这顿饭就走 因为你长得比猪还丑 我是不可能跟你开房的 于是两人在尴尬中结束了约会 马克不仅爱情不顺 工作也不顺 他是一名失败的历史节目的编剧 可由于不能瞎编只能按照真实历史来写 翻来覆去的也只有那几个故事 观众们觉得无聊至极 所以他被公司开除了 临走前 猥琐男同事还对他一番冷嘲热讽 然而祸不单行 他的母亲重病快要死了 被逼掉绝路的马克只能跟银行碰碰运气 没想到就因为他的一句话 却白嫖了银行800块 银行人员问马克要取多少现金 马克愣住了 突然脑子里一顿短路 想起房租加上母亲的病需要花费800 于是随口便说了出来 但说完就后悔了 因为银行人员告诉马克 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正当马克想要解释时 银行人员却又直接拿出了800现金递给马克 并给马克道歉 说可能系统出了问题 马克拿着手里的钞票瞬间懵了 他接着又对美女测试谎言的威力 然后他从此一路开挂 就这样 世界上第一个会说好的人诞生了 他们在路上遇到交警的排查 眼看小弟要因为醉酒驾驶而被逮捕 旁边的马克说了一句 他没有喝酒 就这一句话让交警连忙道歉 说可能是仪器故障 马克靠这一句话就直接畅行无阻 马克带着小弟来到赌场 他光明正大的说谎 有人出老千 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赶紧移动自己的筹码 成功骗过了众人 他又走到了游戏机面前 告诉老板自己中了大奖 机器坏了没有土钱 而老板却又像银行成员那样连忙道歉 并且兑换了奖金 马克小弟抱着两大桶的筹码 小兮兮的走出了赌场 另外 马克还学会了善意的谎言 准备自杀的朋友小胖 听完了马克的话 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街上吵架的情侣 听完了马克的话 也会立马重归于好 就算是路边无家可归的乞丐 马克也带着他从银行取出了钱 医院里冰死的老人听到了马克的话 更是感觉回到了18岁 就这样 马克不管说什么 世界上的人都会深信不疑 这一天 马克突然又想到了之前编剧的悲惨人生 谈力是要重新做回编剧 轰动事件的那一种 于是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写了一份18世纪的文稿 并沾点咖啡 伪造成当代的文物 然后重新回到公司 来到主编的办公室 谎称这是上天赐予他的历史信件 结果主编一看就懵了 直接打电话叫来了全体员工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谎言 会说谎的马克拿起文稿就念给大家听 18世纪怪兽降临地球 上帝见状派出了奥特曼 将怪兽赶了出去 但是怪兽之王基多拉很不服气 因为他才是大boss 于是上帝再次派出阿凡达 骑着哥斯拉来与他大战 最终成功消灭了基多拉 马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而大家却深信不疑的鼓掌 很快 马克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 一上映就获取了8万亿的票房 而马克则成功的被誉为 跨世纪的风云人物 也成功的获取了女神的芳心 却不料丽莎只是欣赏她的才华 并不想给她结婚 原因是她生出了小孩 长得和马克一样丑 马克突然接到了电话 母亲已经在医院里 马上濒临死亡 马克急忙赶了过去 而这时候母亲却极度惧怕死亡 马克为了安慰母亲 又变出了更荒唐的谎话 谎称人死后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去天堂 那里每人都会发放一套大别墅 还有花不尽的钱 不用工作 没有疾病 只有爱 并且每人都会拥有一个年轻帅气的舞伴 而死时的母亲也带着微笑闭上了眼 结果这一番话 把医生和护士听蒙圈了 第二天 马克照长驾车回家 却发现街上挤满了人 原来医院里把死后可以上天堂的消息传了出来 引起了社会震惊 大家纷纷都想知道 天堂除了别墅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马克无奈 只好继续编造谎言 他告诉大家 那里有房有车没有工作 有吃有喝没有烦恼 接着所有人都沸腾了 马克接着又说 天上住着一位叫上帝的人 他掌管了地球的一切 只有做好事的人才可以上天堂 做坏事的人都要下地狱 并且会得到上帝的处罚 随后 各大新闻开始疯狂报道 上帝用海啸杀死了4万人 上帝让一位富人活到了104岁 美国航天局搜寻上帝无果 马克彻底成神了 他在这个没有谎言的世界里就是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万众瞩目 并且和自己的女神丽莎关系也越来越近 可丽莎还是因为马克的长相有所顾忌 丽莎问马克 你有了钱是不是就会慢慢变帅 马克犹豫了 这一刻他没有选择说谎 马克不希望连爱情都要建立在谎言之上 结果公司里的猥琐男却落井下时 当着马克的面约走了小美 马克来到了妈妈的墓前 告诉妈妈自己过得并不快乐 虽然现在他靠谎言就拥有了一切 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此后的马克一蹶不振 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当马克再次见到丽莎的时候 丽莎惊呆了 因为这段时间里 马克颓废的没有了人样 而他信心念念的丽莎居然是来送情帖的 丽莎要和猥琐男结婚了 朋友劝马克好好收拾收拾 去婚礼把握最后的机会 到了现场 马克趁机对丽莎说出了真心话 这一次他没有说谎 说完便走了出去 丽莎见状赶忙追了上去 马克终于忍不住了 他给丽莎坦言了这一切说谎的事实 而他唯一没有骗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他 他被马克的诚恳打动了 他也彻底的改变了自己对马克的看法 随后丽莎和马克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而且还多了一个说谎的小胖子 但他们现在只会说善意的谎言 好了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